他们提出所谓的证据 也就是说不要用故意 喊杀射影连连看的方式 黄珊珊难得不躲了 急着澄清就是因为近周刊爆料 说黄珊珊收了危机的政治现金 原来是2020年 沈金金朱雅虎确实有与黄珊珊洽谈 而且黄珊珊也参与过 应小微的便当会 被认为与金华城案脱不了关系 而紧连要严压柯文哲所点出的理由 包括北市长任内救赎上位到岸 这救赎也被认为 指的就是黄珊珊与蔡壁如 拜会跟密会是两回事 到办公室来打个招呼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 我已经忘记当时的状况 如果你没有按照相关的规范 来做登录 就是密会不是拜会 她今天的回应完全避重就轻 周刊指称金华城员工 成了政治现金人头 在最近的立委与总统大选 会给柯文哲黄珊珊等人 总共80万多元 其中黄珊珊2018年 议员选举期间 就收了威京集团子公司 中公20万元政治现金 还有2022年竞选市长时 也收了中公保全经理高明洪 一共10万元的政治现金 另外威京会计程惠玲 也分了多笔捐款给柯文哲 所有现金都被指称 是省庆金与柯文哲 与黄珊珊的对价关系 所有的政治现金都是公开 而且如实申报 所以不需要再去寒沙社 可以或故意引设 黄珊珊收受了中公相关的政治现金 是不是也因为黄珊珊 帮助金华城改变柯文哲的态度 而有的对价 黄珊珊还直接在脸书上发声明 点名不分蓝绿的13位政治人物 包括立委 议员 党派 指称这些人 通通都有收过中公的政治现金 这样的心态又是什么呢 到底是不是急了 黄珊珊的行为 或许也让人看出端倪 东森新闻 郑中心 综合报道